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施亚凡达 我想呢,在这两天看我录像的朋友呢 看到我 这个录像就知道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然后呢,我昨天晚上的大师 他终于给了我们这个出家的仪式呢 顺利的把袈裟呢,放在了我们 这次要成为僧侣的这些人手上呢 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呢 从昨天晚上开始呢 我就正式的成为了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徒弟 这样,然后僧侣的徒弟这样 然后正式走上了我僧侣的道路 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 其实这段,这几天呢 真的是有很多成长的地方 除了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些 故事呢 就是心中 扫除不圆满 然后 和自己最真实的声音 心生 就是看透自己最真实的声音 和自己不停的做圆满的这个过程呢 成长的过程呢 其实昨天 昨天也是一个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吧 我昨天 其实因为前两天的大师在跟我们见面的时候 就跟我们讲 昨天会给我们穿袈裟 然后我昨天一天都在想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 然后还稍微有一些犯嘀咕 就在想 会怎样呢 这个会百分之百的发生吗 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 就有一点坐不住了 然后我就开始走到大师的木体 就是大师这样的 他的像前面 因为他的木体这些都是开过光的 是大师是有感应 他们是活的 可以跟他们沟通这样 就是许愿也都是大师会收到的 然后我就坐在Sawamiji的木体前面呢 就开始跟 也算是跟他讲话 也算是跟我讲话了 我就是自己再彻底的把自己反省一遍 看心中还有什么阻力这样的 要清楚的 其实还是有一些新的认识吧 当下 然后 但是更多的是 就是感觉自己对这个新生的渴望了 就是对体验 人生真谛的渴望 因为我知道 只有走上这条最终的道路呢 人生的所有的真谛呢 才能有机会在我面前呈现 然后因为我 就是抱着这股极大的好奇心呢 就是想知道 我们还能 怎么样来经历人生 就是这人生的体验 到底还有什么终极的感受 还有我能有什么样新的突破 才能知道 生命的 生命的潜力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这一切吧 我就觉得 当下那个感觉就是 就是这个渴望非常的强烈 然后 就觉得自己 是真正的是和自己 嘴上说想要出家这件事情的 发自内心的也有这个一致性 就是真的是 心口合一吧 然后当下我就看了 Sawamiji的那个Muthi 然后就跟他讲 我真的觉得是 是准备好了 然后希望大师今天能把 袈裟给我这样 然后呢 就在跟大师沟通完了十分钟之后 就有一个僧侣过来跟我讲说 玛琳 你哪都不要去 你要在这个 我们的那个教室里待着 因为我这两天在跟课在翻译嘛 我说哦怎么了 他说因为我们加沙给大师给加沙仪式要在这 然后我当下就笑了 我说你知道吗 我刚才才跟大师发过约 我说啊大师你要给我个答复 然后他就来跟我讲这个 就是瞬间就有一个回应这样 然后当时心里一个石头就落地了 然后呢 整个 因为昨天还是 印度教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庆祝的日子 是一个阿凡达尼亚的桑班达 他的那个生日呢 所以就是这几天其实都是一直有祭祀活动的 在这个祭祀活动之后呢 大师终于就开始 有时间呢 给我们点话 就是Pramacharya Sanyasi的点话 然后 我们呢 就是要在点话 要在接受这个加沙 接受大师点话之前呢 还要再去这个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那个湿破林家那个水池呢 再把自己的身体再全部冲洗一遍的 就是我们拿加沙 一定要是全身湿透的状态 然后因为这两天的这个 反反复复 昨天已经是第三次到那个地方去净身 但是很神奇的感觉 因为昨天真的是身心的一致性在呀 然后 再站在这个林家下 这个水呢 再从自己的头上浇下来的那个瞬间 因为本来这个仪式就是要和自我圆满的一个仪式呢 也就是说呢 要把自己的所有的identity 自己认为的自己的那一部分全部清除掉 洗掉 就像是归零一样 就像我一个新生 宇宙新生儿 只有昨天我是真正彻底的有这种体 真正的体验的 就不只是在讲这个概念 而是有体验的这个概念 体验到这个概念的 当时就觉得我站在那个水下面那一刻哈 我的空袋里里瞬间就 就醒了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有一股力量把我心中的所有的东西都清空了这样 然后就是有一个很深的念头说我要重生 然后我之前所有的一切都离开吧 然后当下就是有这种体验的感觉 然后 然后我就知道 我准备好了 然后后来呢 然后 在见到大师的时候 他是以卡拉贝勒瓦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神 OK 回来 继续 这个是绝对是高兴的眼泪 然后呢 见到大师这个状态呢 是他是以时间和空间的神 卡拉贝勒瓦附体的状态 来给我们加沙 也就是说给我们加沙呢 是大师的 是师婆神的一个化身 卡拉贝勒瓦 然后呢 他用师父的身体出现了 然后给我们加沙 当时他上身就是降临的那个瞬间 因为大师先来坐在那儿 就是后来他就是 卡拉贝勒瓦就出现了 然后瞬间我就感觉 哇 那个磁场好强啊 就坐在他附近就觉得 哇 空袋里 你震的就全身那个 就感觉那个能量真是冲上头 这个感觉 然后就觉得哇 这好神圣的感觉 再给我大想这样 然后轮到我上台的时候 我就当下忍不住 就笑的 就是这个嘴都咧到那个 最大的程度 就是看着他就是那样的 就是情不自禁的 一脸笑容 然后他看着我 卡拉贝勒瓦本身是一个让大家有很多人了解他的人是觉得会让自己害怕的一个神 因为他是非常的 他是会发狠的 他对你的不圆满的 其实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最有爱的一个神呢 但是他对你的不圆满呢是非常的痛恨的 他是会下狠心帮你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神 然后呢他就眼睛很大的 就是然后他看着我就一个大笑脸 就跟我是一样的 然后就把袈裟给我了 这样我然后我就下来 然后下来之后在下面台下坐的那些我的姐妹们 就是跟我说卡拉贝勒瓦跟你笑的好开心 发生了什么 我说因为我 我是忍不住的这个嘴都咧到 咧到那个脸角去了 都合不上 然后我觉得卡拉贝勒瓦应该是看到我这个样子觉得可笑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我拿到袈裟的 那个那个状态 就是真的是很幸福 雀跃的感觉 终于梦想实现了 然后一直都是这样的感觉 从昨天到今天一直都是很喜悦的很开心的状态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僧侣到底是意义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疑问呢 因为很多佛教的了解佛教的朋友呢 对僧侣这个概念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但印度教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首先呢是要用四大原则来规范自己的人生了 也就是说我们生我们形式的坐标呢今后将是宇宙真理 我们呢将会以我们学到的宇宙真理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及思维这样 所有的行为都要做到真实性一致性 对他人 以责任心以及为了他人而活这样 最后一个是正确是正确的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不反对就是不参与暴力的就是跟大家也解释过其实我们入教就已经开始吃素了这样的 但是这也是我们的责任的 用我们的生活行为来体现我们反对暴力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有暴力的发生 我们是要有责任去阻止它的 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不会对人严厉的讲话 因为这个是和暴力是有区别的 就是大师其实也是非常ferocious 大家知道师婆神的 他其实他的那个火气 其实不是不圆满的那个生气 而是他是一个状态 也是对人爱的一个体现 所以不是说我们穿了袈裟之后 就像一个嫩瓜枣被人欺负也不能反抗 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是要 首先是要维护自己最基本的安全 然后再有的就是维护 就是万事要以和平这个原则来出发的 但是呢也是要compassion 就是也要有那个爱心 至于这个爱呢 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呢 他是浪漫的或者他是严厉的 这些都是要因当下的情形而定的 然后再有的就是我们不会有自己的家人 就是我们人生中呢 在穿了袈裟这一刻 唯一跟我们有关的呢就是师父 也就是说师父将是我们人生中对我们唯一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我们人生中只有师父一个人 这不代表说我们就是像闭上眼睛没有人际关系 不不在乎别人想什么 这是相反的 因为呢大师是能给我们带来圆满的 唯一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呢 所以呢就是他给我们的教育我们是完全接受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怀疑 大师甚至说呢你可以先听我 先按照我说的做然后再去怀疑 这样也可以 就是大师是我们的百分之百 甚至连我们 其实我们自己就是掏空了 就是都没有了 等于说是大师需要给我们的所有一切都是要全盘接受这样 这个是印度教圆满的一个科学的一个前提 有很多在特别是西方长大的朋友不能理解这个概念 觉得你疯了吗 你怎么自己都不知道做判断了吗 不是这样的 因为大师教育我们也是要我们有独立的人格 要有判断的 就是你超意识觉醒之后 你是会有很强的判断是非的能力的 但是不是说呢 就是我们 OK现在再继续回来 不是说我们就是像没有脑一样的这样的生活是相反的 就是大师给我们的脑 就是让我们做最有智慧的这样的人类的 就是说我们超意识觉醒之后 你的智慧是会变得很高的 但是呢就是让我们上心的这些话呢 就是大师给我们讲的 就可以了 就是大师给我们教的这些东西呢 是让我们走向圆满的 这也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的一个智力的一个目的了 就是其他的其实别人讲什么话啊 或者说什么 其实我们就不用太上心了 就是但是是对大家都要是无偿的爱的 这个也是我们做事的一个基本 就是让自己提高提升的这些语言呢 都是从大师那直接来的 是这样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有就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财产这样 走上了这个僧侣的这条路呢 其实就是为了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真在真理上花时间 大家知道其实物质只是我们玛雅的一个部分了 它其实不是我们人的真谛 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意识 物质是我在意识上存在的 它其实不能对意识的成长和存在有任何的关系或者是干扰 所以说呢 我们在认识到这一点呢 我们就是放下物质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影响 然后也就是说我们不会 其实现在我们在Brahma Chari这个阶段呢 还没有正式的就是作为Puna Sanyasi 就是那个像大师这样的深红色的袈裟呢 那个状态是完全没有什么银行存款的 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的 然后在我们这个阶段 其实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资产 但是呢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积极的挣钱的这个工作 以及这个途径 然后呢我们跟金钱的态度关系就是以最符合真理的方式来要求自己 就是我们不会被物质所牵制 就如果别人需要我们的东西呢 除了我们必须要为大师工作 或者大师给我们必须要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财产呢都是可以 就是对我们没有意义的 就是如果别人有需要我们是要给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僧侣的一些一些人生的规则吧 然后 我自己的感觉是我穿上袈裟的这一刻呢 其实它就是像火焰一样 这个因为它的颜色就是火的颜色嘛 好像就是要烧掉我之前所有的自己的那个人生 然后呢让自己在就是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磁场中 继续过自己的未来迎接自己的过现在的每一刻 然后迎接自己的未来这样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感受 今天还有人问我穿袈裟什么感觉 我就跟他说其实是有生理感觉的 就是你穿上袈裟之后你觉得这个能量场是不一样的 真是有一些东西就会离开你的身体 然后呢你会自然而然的觉得 我的人生是在我眼前 然后有无限的可能性 然后我有很大的激情去创造它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就是觉得自己整个人是有提升升华的感觉 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 非常神圣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 那我今天就把我到现在呢 出家不到一天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你先等等